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饶一鸣 本周浙江 杭州 温州 山东 济南 以及上海等地的经租房业主讨房团成员 集体向当地有关部门追讨上个世纪50年代 被当局占据的私人房产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推运记者 乔龙的采访报道 本周三上午10点左右 数十位上海经租房业主前往大咕噜100号 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请愿 业主表示 上世纪50年代 政府以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 强行抢走私房 在以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 继续侵权罢产 他们曾打官司 法院却不受理 声援上访 政府也不接待 业主李先生周四对记者说 本周一杭州数十位金租房业主 也到该市房产局讨房 业主黄先生说 被问及在3月举行的全国两会期间 会否到北京上访 黄先生介绍说 部分人除了去北京上访 稍后还会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及联合国驻金机构求助 香港特首曾应全被曝 邪夫人乘坐富豪私人游艇 到澳门游玩 被质疑涉及利益输送后 日前又爆出他在深圳 已经租了超级豪宅 用于退休之用 豪宅业主是涉嫌 与曾应全有利益关系的 深圳富商黄储标 事件再次引发海内外关注 下面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方元的采访报道 据香港东方日报披露 豪宅极尽奢华 市值月租金18万 曾应全对于他跟黄储标的关系 以及深圳租豪宅 是否设利益冲突的问题 没有回答 而黄储标接受有线电视访问时 否认投资香港数码广播 与曾应全有利益输送 深圳时事评论员朱建国表示 他到深圳能够得到 更大那些灰色的收入 所以如果大陆不不改革 他把香港也在带坏 他不光是腐败这本地的官员 他把香港的一个法治社会 这也把他摧毁掉 特首参选人何俊仁 敦促曾应全 公开深圳租楼的一切资料 社民联表示 将于周五到廉政公署 举报特首曾应全 他们要求联署秉公执法 不容特权必须调查 葬礼新年之际 大纽约地区几百位藏人 星期三聚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 纪念在西藏自焚的喇嘛和死难者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 TV记者紫金 发自纽约的报道 大纽约地区藏人 在正对着联合国总部大楼的 街星公园旁边 静坐集会 为同胞的亡灵祈福 抗议者指出 藏人的自焚正是对中共暴政的反抗 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 不能无视藏人在中共统治下的痛苦 西藏青年会主席 刺望任曾表示 西藏青年会作为最大的流亡藏人的非政府机构 发起了无限期绝食 要求联合国派出调查团前往西藏 对中国政府施压 停止在西藏的军馆 停止对藏人的所谓爱国教育 释放西藏的政治反 与会者提出 习近平访美时 唱着人民爱好和平和稳定的高调 批评华盛顿在亚洲增加军力的计划 但是中国政府却在西藏部署重兵 用残酷手段镇压藏人反抗 因此他们要求中国政府 按照自己宣扬的原则去做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饶一鸣 谢谢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